这里呢是悬崖村的清晨 做活的所有老乡们 然后还有支教的两位老师 这里有一个幕布 晚上大家可以在这里看电视 然后有一位村民是这里的医生 唯一的一间诊所 这个清晨给我的感觉呢 特别美好 宁静 然后所有的人都非常充实 你要爬这么高我要站上去了 我要飞下来了 好了小姐姐 我现在看你怎么下来 要不再爬高一点 可以爬的 我还要吹蟹了 小姐姐你有多大了呀 我二十三 这调皮的小姐姐 你会不会教小朋友滑树啊 你们有没有学到爬树 学到吗 这个学校里面一共有几个小朋友啊 25个 为什么早上就看到这两个 他们要吃完饭然后才去学校 就10点多钟吃饭 吃了才再到学校去 10点半才来 就是都相对比较自由是吧